足迹菲利今天在民政党宾州联委会第一副主席胡洞强的陪同夏述说自己被骗的经过 足迹菲利说本月五号他在面子书上发现一家名为Jaya Credit的贷款公司 打这一百分之1.5到2的低利息贷款的广告 足迹菲利原本以为可以借钱周转 于是透过线上填写申请表格 依照程序交出身份证副本和三个月的薪水单 随后一名负责接洽的慢性男子在几天后 透过短讯要求足迹菲利支付四千多令吉的申请费用 足迹菲利当时不宜有诈 为了还申请费还向朋友借钱 不料贷款还没借成 对方却又再向他讨钱 足迹菲利事后多次约对方出来见面但都没有成功 前后白白赔上了一万一千令吉 互动墙则指出涉及的贷款公司的确存在 但很久以前就已经停业 不法集团以借施还魂的手法 利用该公司的名义招摇撞骗 胡动墙呼吁警方严正看待这起诈骗案件 展开调查 此外他也劝请民众要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坠入不法之徒 设下了诈骗陷阱 MTV7 槟城 采访我到